外界对所谓李总理的李克强经济 这个解读还是有一些偏差 那么普遍的一个解读是说 新任的总理是主要看结构 结构性改革 而不是关心增长 这个解读应该是有问题的 昨天总理的讲话 应该是把这个事讲得比较明确了 就是结构性改革要做 增长也是必要的 我们倒也比较同意这个意见 第一方面就是结构性的改革和增长之间 没有什么必然的矛盾 两个都可以 而且也应该积极的推进 另外一个就是 有的人觉得把 比如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搞得很紧 经济搞得比较差 这个就是一个结构性改善 我们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 因为你比如说如果把流动性搞得很紧 在没有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情况下 其实恰恰是我们政府想支持的一些中小企业 新兴的这些企业 他们所受到的压力其实是更大的 那么这个跟政府的这个另外长期的一些改革的目标 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强调短期的增长和同时进行根本性改革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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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一个组合